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113年9月7号 也是我们农历过后 7月过后的第一次上课 那总我们认识9天超越生死的实体课程 今天已经进入第20场 第20场所以真的不容易 那甲成年的第7场 也就是今年已经走到一半 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了 甲成年吧 超过一半了 那总数第20场 那今天呢 我们最近 大概这几天 大家心情都起起伏伏 除了天灾以外 人祸也很多 那刚刚包团主讲的这一些事情 就说你在守扶梯上 如果没有抓好 真的只要有一个人掉下去 他会整个像打保龄球一样 整串往下跑 那包团主就刚好当了一回 别人的贵人 帮那个后面的人挡了一把 那我们人生里面有多么 要有多么好的福报 你本来已经要打保龄球了 前面刚好有个包大人 帮你挡住 当然你衣服也贵人 多么不容易 多么不容易 你在当手扶梯的时候 真的要很小心 有时候右边不是站着 左边不是一直跑 像那个忠孝东路那个忠孝复兴那个很长很长 那个右边不会动的扶着 那左边一直跑的 我常在想说真的有一个人跌倒 整串就冬就下去了 所以你在跑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后或许刚刚说 你要有多大的福报 刚好你倒下去 前面刚好有个贵人把你挡住 你可以免于一劫 那我们无常每天 每天都可以看到 诸多的无常 天灾的无常 人祸的无常 人心变动的无常 真的有时候看一看 觉得真的要喊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我要回天家 我要真的要赶快修好 度好众生 赶快回天家 人间苦啊 人间真的苦 无常无所不在 我们常看到 最近不是有很多空难吗 那水灾火灾地震 火山爆发 你看那个火山爆发 世界各地都有 水灾火灾 然后冲成这样 这几天一样 你看日本的 俄国的 那个大陆的 蒙古的 河北的 台湾的 你怎么算来算去 那个雷神整天在那里 打来打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整个湖都 左上角整个湖都都崩了 然后要叫吊车来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你知道吗 看到会有点麻痹 好那个麻痹完蛋了 如果我们看到麻痹 我们就是没有意味到说 老天爷 一直在降警讯 一直在降警讯 这个天灾人祸是怎么来的 这个天灾人祸 然后空难 最近俄罗斯空难 还有好几个空难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每次 每次一上课 就要先跟大家报导 这个其实心情 会蛮沉重的 那山西湖口瀑布也是洪水 洪水警报 本来是那边的游客赶快跑 整个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我们之前讲那个冰雹 现在冰雹比额旦还大 这个都已经很正常 冰雹下来把你的车窗打坏 把人扎破一个洞 都已经不是个什么稀奇的事了 那在清朝末年 我们早就讲过 观世音菩萨来告诉我们什么 自救雷砖600桶 冰雹是不是雷砖 咚咚咚咚咚咚 直接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下来 有点像在打保龄球一样 打打打打 看打到哪几个 所以真的是 我们有这么多的大水地震 火山爆发跟空难 那你随时打开手机 随时会跳出一堆来 那我们要讲说 那关键原因 讲了半天到底在哪里 之前 之前我们都说 先佛降丸 告诉我们说 灾节跟人亲败坏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用活生生的人来讲 就是静空老法师 活生生的跟我们差不多 同时代或是早一点的 静空老法师跟黄念主导居士 他都有特别提到说 节是因为夜累积而成的 节都是因为夜累积而成 右边是他的句 黄念主导居士的句子 左边是静空老法师的末宝 他写了一首好书法 他写了一首好书法 而且他是很随意的 不是在宣址上写 就是在那种十行子 我们以前不是都有十行格子的那种子吗 他就直接在十行的格子上写 他就在左边跟右边的字是一样的 就是节是由众生的夜所形成的 那这个夜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成的 我们的心往哪边去 它就会造成不同的夜 就是贪嗔吃脉乙 它会造成不同的夜 所以黄念主导居士告诉大家 节由夜成 夜由众生的心 由众生的心的贪嗔吃脉乙 你看我们这几天全国媒体在讨论你一件事 不就是由众生的心所造成的吗 那我真的或许真的越修越觉得 那个人最难的是阿赖耶士的那个习气 那个习垢 那个黑压压 那么臭 那么臭那么黑压压的那个石头 你一边就是 你真的会觉得你在人世越久 过去是我们不知道 这辈子至少快60年了 你看了越多 你会发现说所有众生的问题 都是那个阿赖耶士的那个又臭又硬的 石头所形成的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 阿赖耶士也是轮回的种子 我们走的时候 就是只有阿赖耶士轮回的东西会带着走 所以为什么生下来会不一样 因为习气不同 每个人的习染不同 人之初信本善 信相近 习相远 那个习染不同 所以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有的人很坚定 有的人很虔诚 有的人很顽固 就是他已经忘了世界 还有老天还有天律在看 就是他就是一定要达到 不达目标 不择手段 所以有时候看一看 蛮辛苦的 当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 众生的心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搅在那里的时候 你说怎么会太平 老天也都看不下去 老天也都看不下去 所以黄念祖老趋势讲节有夜城 夜游心生 这个都跟佛心的句子都是一样的概念 想要挽回捷运了 要先正人心 要先端正人心 所以我们大学不屑在讲 格子成正 成义正心 格子成正修起自品 讲半天都是在讲那个陈正 那等一下会从格子开始讲 那这个一定要不断的重播 我们如果不讲 讲过去后大家听完忘记了 可是那个格子的东西一直在 一直没有处理 格物自知 到底心物是什么东西 一直没有搞清楚 所以事丰如果没有转 我们说事丰不古 事丰至下人心不古 事丰至下人心不古 那事丰如果一直至下人心不古的时候 一直没有转 转回以前良善的 存朴的那个风气的时候 捷运难回 捷运难回 这个捷运会一直在 那不是那个马梯那个捷运 捷运难回 所以苦因不拔苦果难出 就是要从因 从那个为什么 人会造苦的那个因去拔除 那个不拔除的话 我们就是只能不敌苦果 我们就是一定要在苦果里面尝一尝 你说你要什么倒是甘蔗 你没有先把那个过去造的不好的因拿掉 除掉 你绝对人生不可能倒是甘蔗 先想福 想完了 你没有再造新的福德之良的时候 他就是该怎么来 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我们常看到很多空难 很多陌生人 他们发生了一些异味 大概就是看你 是个新闻 我知道了 可是我们最近就有 就直接也是五十几岁 就活生生的 然后忽然心肌梗塞就没了 就五十几岁而已 所以当这些无常 事先在你面前的时候 或许跟他说无常无所不在 那你要去 这时候你更能够去感受什么 感受到无常无所不在的真实性 还有能够学修的可贵 我们有肉体能够学修的可贵 那你知道要修了 我说成名不要趁早 但是修到要趁早 学修要趁早 你越早知道说 原来所有的我人生的命运 都是内在的这一颗心念所引起的 你就会非常的战战兢兢 你就会非常战战兢兢 那你知道吗 虚正人心 业游心生的这个心 就是那个贪嗔痴脉 所有的刚刚前面讲了 那么多的灾难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贪婪就是水灾很多 海啸江河泛滥 这个都跟贪有关 包括你贪那个什么豆腐渣 你明明工程要给人家做好 你给人家偷工减料的这种 会造成江河泛滥 是不是都是贪造成的 所以贪嗔痴脉移的贪 贪然就造成水灾海啸 跟江河泛滥 那我们可以稍微印证一下 稍微印证一下 哪边水灾了 哪边海啸了 哪边怎么样了 那稍微印证一下 那不要讲太白 就稍微印证一下 不要讲太白 只能桃花太红 你太白 桃花太红 你太白 我们不能讲太白 就是了解一下水灾 那你去印证一下 那撑灰心很一样 你看撑灰一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面一把火在烧 火烧功德力 就是因为撑灰心起来 所以火山爆发 火灾 温度 现在地球的温度 这个不断的上升 到秋天了还是三十几度 热到不行 热到不行 那每天都这样子 那热到不行 冷气越开越强 外面越来越热 那地球不晓得 地球一直整天在喊救命 所以火灾跟人的 撑灰心有关 你的那个心降伏 不要 你说我火气很大 上次我们师姐 不是说喝冰水 然后闭嘴 就是说喝冰水 然后闭嘴 对不对 不要理他 撑灰心 撑灰心我们一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可以感觉 我内在一把火在烧 那这个就是所有的火灾 所以外在的灾解 跟我们的信念 绝对是相应的 外在的灾解 跟我们的信念是相应的 那鱼吃呢 就是这些台风 飓风 龙卷风 这都跟人的鱼吃 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些风灾 都跟人的鱼吃有关系 那再来傲慢 贪嗔痴 慢慢慢 傲慢心不平 地震 地震 太多人的心是不平的 地震 地震都跟傲慢有关系 大地震动 那怀疑呢 是大地震动之后呢 地质松散 山峰地略 要维持住多难啊 要维持住时间到了就要来 你看哦 要维持住 我们先否时间到了就要来降软 他不能让你在那边空等待 对不对 时间到了就要出现 奇怪 三点半 三点半时间到 你没搁钱进去 你就很紧张 那为什么跟你能不能回得了家的事情 你都没要没关系 你们发现众生的判断力 常放错地方 好 我们广告时间过了 好了 好 那参秤吃慢 移到移的时候呢 就是地质松散 山崩地裂 那这个重点就是说 你只要知道所有的这一些风 这一些大自然的天灾 乃至于人祸 都跟贪嗔吃慢也有关 都跟人心有关 而且是集体的人心 集体的人心 像我们在这里是集体善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集体善 可是你放大到整个深坑区 放大到整个新北市 放大到整个台湾 整个世界 你整个放大出去的时候呢 里面善心多 还是奇奇怪怪的心念多 他就会累积起来 老天爷都算得很清楚 累积起来 贪嗔吃慢 也就给你这样相应的灾结 这样了解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